509大选变天希望联盟攻下了霹雳州政权 但是政坛最近却传出行政议员密谋倒大臣的风波 党事人都此理阿莫法伊莎认为 没有必要理会不切实际的流言蜚语 他呼吁霹雳子民停止散播谣言 也促请州议员停止玩弄政治把戏 专注为人民谋扶植 霹雳州倒大臣风波的关键人物阿莫法伊莎坦言 在他宣誓旧任后 确实有一股势力想要推翻和逼他下台 不过他没有指明道姓 是谁在幕后主导操作 对阿莫法伊莎来说 这不过是游走政坛的一种经历 无需放在心上 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流言蜚语 霹雳州将从明天起 召开一连六天的行政会议 阿莫法伊莎趁机向州议员喊话 无论是执政党西蒙或反对派领袖 别再玩弄政治游戏 这不会为百姓带来任何好处 反而应该重点改善 人民生活素质的立民政策 至于霹雳子民也不应该人云亦云 明天早上9点左右 第十四届第二期第一次 霹雳州议会 将在州政府大厦举行开幕里 到时候霹雳州 霹雅殿下将主持开幕